嗯... 不想再說真話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 我們在之前的集數介紹了很多不同的食物給大家 我們今天就要介紹另一件東西 就是韓國最出名的炸雞了 又是炸雞 我們吃了幾次了 對 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炸雞是三款特別厚味的炸雞 就連韓國人都沒有吃過 想知道是哪三款炸雞呢 就繼續看下去了 還有我們今集邀請了兩位神秘嘉賓 大家一直看下去 另一個雞就來到 中間的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芥末味 你看到它的雞旁邊有蔬菜和洋蔥 我們將這個芥末味的醬汁擠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我先勻一下 會不會很辣的呢 因為我看到它不只是芥末 它是有青陽辣椒芥末 嗯...害怕的 我這些不太吃辣的人有點害怕的 我要一個小章的 我要連蔬菜和洋蔥在一起吃 它這個芥末味好像不一樣 我們平常的芥末味 應該是拌了一點沙律醬 所以它不太吃辣 我覺得挺好吃的 加上一些蔬菜和洋蔥 來吃有一點日式的風味 而且感覺沒有那麼熱氣 這個挺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感覺有點像吃芥末味的零食 真的可以滑溜的青豆和薯片之類的感覺 也不錯 然後第二個雞 就是這個黃金雞蛋炸雞 大家有沒有吃過炸雞配雞絲的雞蛋絲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那這些呢 平常你在吃韓式的年糕湯 或者湯面的時候 會看到它們有些切了蛋絲 但這次它就把它放在炸雞上面 所以我很好奇它的味道是怎樣 它還有這個沙律醬附送 一起混進去吃的 你看看 很多蛋絲 對 而且它的炸雞應該好像也有一點 有醬在它的炸皮上 說真的買 這些蛋絲和雞蛋好像不太加 很分開 而且它的炸皮好像是有點咖哩味 而且有點不太明白 它要為什麼 將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第三個來到的就是咖啡炸雞 我還沒開過 已經聞到很厲害的咖啡味 有點不想吃 我是覺得日文樂有一點像 Mocca珠乳的味道 但聽聞它的風評是不錯 我猜它的概念有點像 用可樂做 即是可樂雞肉的味道 我們可以選一個小一點嗎 很大一塊 你聞不聞到嗎 平常我會選鼻色 但我今天不想選這麼大一塊 也很大一塊 還有它上面有些花生 很香 很咖啡 很香 我覺得吃下去是沒有那麼大咖啡味 即是烘起來的時候 很濃的咖啡味 但是吃下去有點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巧川的那種 杏葉球木 那種味 它就是脆皮 好像有裹了一些糖 它的咖啡味 可能只會放在醬上 所以它就不算很深入 它是三隻雞中最脆口 可能它的皮炸得太脆 不過裡面的雞肉就好像沒什麼味 皮有很大咖啡味 就是外面的脆皮很甜 然後中間的肉就是普通炸雞的肉 也值得一試 比想像中好吃 我們試完三隻味之後 那我們的特別嘉賓 是時候要出場了 其實我們請了誰呢 就是我們兩位韓國工作人員 他們會馬上來這裡 以韓國人的口味 試一下這三款雞 有請 拿好出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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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純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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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 哇塞 雞 還有晚上,足夠的甜味 和香骨的甜味 很像香味 有啤酒味 有啤酒味 就是,你不喜歡吃了 我以為吃過了 我看起來是啤酒 這是啤酒嗎 是啤酒 是啤酒 我想吃了 我kelt一下 在這裏面上拿走 芖芽 我試一下 不然我覺得 芖芽很不一樣 我看不到 我認為 有分辨不一樣 我沒想到 我看了 不一樣的感覺 我吃一會 下蘸 很軟的味道 有點軟的味道 你喜歡哪種菜式的菜式的菜式? 我是芥末餅 我喜歡芥末的菜式 謝謝 好 那我們試完韓國三款新奇口味的炸雞 超飽 你覺得怎樣?你最喜歡哪款口味? 我最喜歡芥末餅 我覺得它是醬汁和雞是最配的一種 你呢? 我覺得另外兩款的雞蛋不是不好吃 但有分開的感覺 雖然咖啡味不是很濃 吃起來也是甜甜的炸雞味 但吃起來也有苦澀味道 我覺得不太配 所以我最喜歡芥末味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我們的影片 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出片的時候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請,庭 你的顏色 也看到你 不會錯過了 我們兒子 一定是很難的 可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